你好 議員你好 謝謝 謝謝 聲音啞了還是熱情爐火 議員候選人抓準倒數時間 禮辦公署大通關 好 謝謝 來來來 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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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媽沒雙手都要握 前腳剛走 又有人報到 拜託拜託 競選車大哥 拜託拜託 文宣拿來擺 還有李鳴諮詢里長 投誰比較好 你們想說 你們要選幾位 23位選一個 這裡是俗稱 選舉章魚哥的台北天獄禮 選舉開票 他們絕對是全台北市 矚目焦點 有人戲稱贏得天獄禮 就贏得全台 因為選舉結果 總是相符 舊的議員跟新的議員 要未來想要在從政的議員 他們都會來這邊先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就給一個機會 這邊全部都 妻子都給他們擦滿 成為兵家必勝之地 候選人們槍在這差旗 全台灣北中南也有章魚哥 像是新北的建德禮 台中的家福禮 高雄新光禮 舉例2016年總統選舉 蔡英文和陳建仁 在天獄禮 建德禮和新光禮 差距相當微小 神準預測 從我做立場九十五年九十 我們所有開出的平 會很大的選舉都適合 都差到零點錢而已 少年中間選民變多 老的也一樣 你做得好人就選你這樣 選情熱度沸騰 這些指標的章魚哥裡 選民擦亮眼睛 不用當領頭羊 選賢語能 才能蓋下寶貴的一票 記者城市連王英竹 台北採訪報導